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也注意到就是 我們其實很多東西其實在很大的角度 在很快速的過這些內容 然後整件事有提議說 是不是要給大家一個閱讀材料 在書單一個reading list 我覺得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整理 然後這當中當然有很多的影響 其實是科斯爾那邊的影響 大家會看到裡面有 尤其當我們討論到很具體的內容 具體的方法的時候 裡面會涉及到很多 當然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也是我自己在 其實我在準備這個講座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整理的過程 所以這當中其實很雜亂 我覺得也是通過這樣一次整理 我自己可以理清楚一些東西 但是可能對於大家來講 可能還是需要很多的閱讀 跟創作 所以這幾節課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大方向的討論 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概念在身上 我們今天會談三個概念 隱喻 本來我們第四節課才會談這個 第三節課本來是講論文寫作 我現在把它換過來 換過來的原因是 就是我在想 這樣子接下去會比較順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東西 那個很實際的 論文寫作的東西 我覺得放到最後一節課 可能也是起到另外一種總結的作用 所以我們今天會談三個 文藝地平的概念 隱喻 敘事跟在線 隱喻 什麼是隱喻呢 執行是蓮可樂文 好了 理喻呢 怎樣簡單 就是說A 但其實是在說B 好 所以這裡面 A呢是頂體 B是等體 對不對 是啊 你們要調lä 好,這邊就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要好好說話呢? 我講話不要直接講了 更加形象深度 更加形象深度 你是剛剛從古希中心過的嗎? 學校內有的東西 更加形象深度 就說我們本來不太了解愛情 你說愛情是玫瑰 早說嘛,這樣有就懂了 還有嗎? 除了更加形象深度 抽象的東西也不會具體的說出來 就愛情很抽象,玫瑰也很具體 明白 還有嗎? 說得好,讓老師知道 第一個就是讓讀者發現兩者的相似之處 愛情不是玫瑰 那你一天說愛情是玫瑰 那我就想,OK,愛情跟玫瑰有什麼相似之處 對不對? 是這一張 是嗎?好吃 第二個是熟悉之物產生陌生感 就是說我本來懂愛情 你講愛情是玫瑰我就不懂了 產生陌生感 陌生 從而引發對原來認識的東西的新認識 我以為我認識愛情 但你講愛情是玫瑰我就要想一想 愛情是玫瑰 從而引發對愛心有新的認識 另外一個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詮釋 開放的可能性 愛情是玫瑰可能每個人的理解不一樣 有人覺得說因為它很漂亮很美好 有人說玫瑰有刺 有人會說玫瑰花開會花蟹 然後有人說玫瑰有假的塑料玫瑰有真的 深等的理讀 每個人的閱讀就不太一樣 但是愛情是玫瑰是一個陳詞亂調 就是講到亂了 對不對? 現在我講說愛情是風善 這個 就可能這個閱讀就會更複雜一些 這個產生的陌生感就更大一些 因為開放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 所以這是對於隱喻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時間也可能有說不能說的話 說不能說的話 有些話不能直說 我想通過這一個隱喻的東西 我有個問題 我問你說愛情像是善 他們是一個不能點 但是通通點越來越少的時候 他還做成另一種 我覺得只要我們租後開放的話 萬物之間都是有聯繫的 你覺得愛情是風善嗎? 是 是 大洲音必須開放 說的是什麼就是什麼 對 其實我想說的是 比如說你的武俠劇 你在那個時候武俠江湖嗎? 它有影韭 對 對 我們也公平想說 就是說說不能說就是說的 不能說 那是你作為讀者的閱讀 你現在是把作者有一個 覺得作者有一個詮釋 就不是我說我的詮釋嗎? 對對對 所以這裡面其實一樣的是 開放那個有不同的詮釋 你覺得它是在隱喻政治 可能另外一個就是它在隱喻別的 它在隱喻宗教 對不對? 對 所以並不是說不能說的 不一定 但可能它可以作為這樣的一個策略 有可能可以 一定 作者已死 好 我們來看一首著名的詩 這首詩叫做生活 北島寫的 這首詩很長 沒有 所以它的題目叫生活 內容就是一個紫光 詩的內容就是一個紫光 比它的題目還多 所以標題跟內容之間 是不是一個隱喻的關係 它用黃來比喻生活嗎? 然後混體跟育體之間是不確定的開放關係 雖然它講生活是黃 它連是這個字都沒有了 就生活黃 那之間是不確定的開放關係 要黃有很多聯想 對不對? 會聯想 你會聯想到什麼? 生活是什麼樣的我? 你可以說它是被我造住的 就是生活充滿困境 困境 困境 寧寶 寧寶教 生活是一張什麼樣的我? 會 就是照著類型 你也是照著 不會掉入無敵聲音 所以是安全嗎? 對 那你們兩個的閱讀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不對? 其他案子還有什麼意思? 有自信你被信 對不對? 對 他現在是需要有安全感 你是感覺到被困 哈哈哈哈 都沒有信嗎? 讀者反應批評嗎? 心間這個都不解釋 他不解釋 他不解釋 他保持沉默 那我們來一個 Sam Sam 我把它看成是那個人的 好像叉叉的眼睛 哦 什麼人的眼睛啊? 像男的眼睛 我就是不像閱讀 哦 他把網 看成不只是看成文字 不只是一個文字文本 好 所以答案是無窮盡的 取決於你從哪種角度去閱讀 去解讀 那跟你們現在的生存狀況 可能也有關係 對不對? 誒你們的上司坐在哪裡哦? 哈哈哈哈 好 那隱喻跟一些詞相關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象徵、預言、意象跟一些詞 象徵也很像對不對? 象徵就是拿B來暗示A 可以有很多A 一些反覆強調 然後這個A可能很抽象 預言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隱喻 就是它不是一句話 我不是說愛情是玫瑰 它能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整體來講 它是在隱喻一個東西 對不對? 那什麼是意象? 意象就是有意跟象 把意放在象上面 不是上面 就是把意寄過在象 所以把情感化為可以感知的形象 就是 就是如果愛情是玫瑰 對不對? 把愛情記在這個玫瑰上面 所以這個情感化的東西 變成是一個 我們知道的一朵花 像一個形象符號 好 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那個 可以說 不能說的話 比較像象徵 噢 暗示對吧? 對 對 暗示的那些東西 現在比較不會是 影遇 比較會是象徵 但是它講的更像是一個預言 就是它覺得整個 因為武俠是不是有預言 對不對? 沒有問題 武俠是不是在講 啪啪啪啪 還是可以講別的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是一個一篇預言 好 那 意象這個東西 跟今天講的這幾個東西的關係 都很明顯 對不對? 就是首先有個意 這個意 可能是思想 意念 感覺 行動 等等一些東西 那這個意怎麼辦呢? 它通過文字 語言等等文本 來傳達 來傳達 那這個 通過語言 文字等等文本呢 用修飾手法 比如說 隱喻啊 擬人啊 等等 然後變一遍 變一遍之後 出來的這個像 這個像就是可以感知的實際的東西 那我們在做解讀的時候 或者說在寫劇評的時候 其實是往回推嘛 對不對? 其實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想多一眼 對 對 然後你想說 它其實是用的這些東西 所以它其實是要講這個東西 對 但是 我們看到像也是通過那個 你首先是 在劇場裡你是感知 你看到了什麼 聽到了什麼 甚至你聞到什麼 摸到什麼 然後你覺得 嗯 這個東西不只是在講這個 它可能是在講這個 你推到那邊去 但是你推到這邊來 不一定是那個創作者 就是你的創作是這樣的 他的創作是這樣的 但是你不一定碰到 不一定碰到 那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好不好 這是一首詩 這首詩叫做 戰爭交響曲 好 這首詩是 它是長這樣的 不是很清楚啊 是一定要這麼小的時候 沒有沒有 因為是那個 因為它很長 然後我要把它擠在一個賽裡面 這是一個 這是冰 就是 飾冰的冰 然後這邊就是 冰 然後 它開始變成 有一些變成 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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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還是 就全部變成 乒乒乒乒乒乒 還有一些沒有掉的 然後最後就變成秋 山秋的秋 就是底下兩點都沒有 來 我們來解讀一下好不好 找不去看這邊 你有什麼閱讀嗎 好像遊戲裡面 就看那些小兵 就玩出兵 然後啊啦啦啦 就聽到一樣的聲音 然後人注意來越少 之後就還有可愛小墓碑這樣 哦 所以他覺得這些是聲音 就是拼乾拼拼的聲音 然後最後這邊是墓碑 然後這邊是屍兵 他就這樣閱讀 其他人呢 有什麼其他閱讀嗎 反正那個字的形象也有不差 嗯 就是拼 好像下面有兩條腿 嗯 然後打壓也沒有 然後下面就沒有腿 學克國手腿也打仗 對吧會炸斷嗎 對 好 好 然後就形成一個屍體 變成一個山球 嗯 什麼屍體的一個山球 所以你的閱讀 也跟他 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有一樣 對不對 他講的是說 秋是一個一個的墓碑 嗯 就是小土秋 嗯 小土秋 那另外他整個這樣子的話 像那個軍階牌啊 哦 嗯 嗯 對對對 那個掛在那個 那個 軍階牌是這個 哦 好 哦 好厲害哦 你有一雙明亮的眼睛 這樣你要不要加入這個 這個 綜觀或者什麼 哈哈 今天你留了 這邊有兩個團體在嗎 是啊 對啊 偷偷加入畫個筆名 不要讓你上司知道就好了 是不是 要不然你有一張網 不是 上司是會支持我的 哦 他支持你了 上司還有上上司 一上還有一上上 好 解讀隱喻包含的意義 而不是作者的意義 所以我們剛才語言說 我們在解讀那個 戰爭交流區的時候 是你自己從文本當中 閱讀到什麼 然後你去解讀它 好 這是異文 然後我們知道 語境在影響著 意義的產生 這個語境 包括了 文本的語境 創作語境 解讀語言 就是你自己的語境 創作的語境 文本的語境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包括什麼呢 時間啊 空間啊 社會啊 歷史啊 種族啊 歷史形態啊 好 這句話又出現了 好 解讀是沒有標準的 所以延後交流費 不要再問導演 好 這是隱喻 有什麼問題 沒有 就跳去敘事 沒有啊 會不會快啊 會啊 好 慢一點 什麼 什麼 文本的語境創作 以及文本的語境 就是說 我們在談 這個東西就是 你一個文本創作 我們之前在談 新批評的時候 他有在講一個觀點 就是說 文本是獨立的 對不對 但是其實那個是其中一種理論 對 但是其實那個是其中一種理論 現在新批評其實也 也有很多東西很值得討論 可以辯論 那如果我們談說有文本語境 創作語境 跟解讀語境的話 就是你把文本之外的東西 也納入你的討論當中 就比如說 在新加坡演 比如說 最近NUS做理想學校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討論說 這個創作語境 它是在一個大學的 藝術界裡面呈現的 這些作者 這些參與創作者們 是一個 是學生 而且是在一個 新加坡的主流教育裡面的學生 甚至你可以討論到說 當中有很多是 可能是 教育部講學金學生 那你也討論解讀語境 比如說 Renice去看那個戲 他的背景 跟這個戲的背景是不太一樣 他作為一個觀眾 他可以從他的閱讀的時候 他的語境 他的身份 他的背景去做閱讀 那可以把這些東西 跟他裡面去 去閱讀裡面的意義 那就會不一樣 因為同樣一個隱喻 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是可能是不一樣的 這跟結夢啊 之類的東西一樣 比如說夢見 珠 不同的閱讀者 會閱讀到不同的東西 就是我夢見珠了 跟另外一個人夢到珠了 很不一樣 對不對 比如說古人說夢到珠 珠就說什麼 就說珠有龍像 珠跟龍就相同 謝謝瞎掰啊 天天的君王 對不對 皇帝夢到珠了 然後大臣跟他說 哇這個珠就是這個龍的形象 但是如果你放到另外一個文化裡面 夢到珠 這個節目就完全 好 敘事啊 什麼是敘事呢 一般的解釋是敘事就是 是故事 跟講故事的方式 對不對 是嗎 眾關紅耶 what 很好的 但是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去看一個作品 或者是有時候 在看劇場作品的時候 我們會很容易注意到what 很少會注意到how 但是what and how 其實是一樣重要的 甚至how比what很重要 因為同樣的故事 你拿到不同的人嘴巴裡講 用不同的方式講 那個講的方式 往往其實是那個創作者的投入 很多部分去做的創作 那個部分可能是那個文本的 主要的可以被閱讀的東西 所以好像我常講一句話 你們常嘲笑 對不對 就是形式也是內容嘛 對不對 沒有嘲笑 對 不要嘲笑 啊 細念 細念 那what 在 一般理解它就是 內容事件 人物事件 地點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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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就是你把這些東西怎麼擺 對不對 你怎麼講 然後哪個先哪個後 哪個情節你講兩次 哪個情節你跳過去不講 對不對 然後哪個部分你是輕描淡寫 就你隨便講講 哪個部分你是濃墨重力 就是你講的特別 特別用力 特別 特別著重 在講那一段 所以當中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個重複跟隱藏 就是 一個 同樣一個故事 然後你把其中一部分 直接跳過去不講 那 它為什麼跳過去不講 這個東西是 作為劇評人 其實是 是很值得我們想一想 那哪個部分它為什麼要 講了一次 誒又再講一次 所以是不是故事加說故事的方式 就可能敘事呢 或者是 反過來就是說 我們當我們要去討論 一個文本 它的narrative的時候 我們除了注意到故事之外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注意說故事的方式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你們怎麼講啊 有 呃 一個劇場演出一定有敘事在演出 有沒有 因為可能沒有敘事 有 因為敘事基本上它是一個時間的遊戲 它有先有後 它有時間的推移 有長有短 但是劇場就會指示這些 什麼 就回到看與被看的意思 看與被看也是一種 閱讀敘事的方式 還有敘事的方式 對不對 就是 它不一定要 就是 當我講時間遊戲的時候 就是我在講說 我先讓你看什麼 我先被你看到什麼 然後再被你看到什麼 當然我們如果講這個就跟 它不只跟敘事有關 也跟節奏有關 也跟節奏有關 我們常常講劇場的節奏 比如說看一些戲 你覺得 哇這個戲好快 好快 但是那個好快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的Duration都很 都很短 或者在很短Duration裡面 很多內容 對不對 對 那有些戲你看 比如說 你說看我的戲很慢 對不對 那那個慢是什麼意思 是 是一個 你本來覺得是十秒鐘的事情 結果 花了一分鐘看 或者花了十分鐘看 但是 如果你是注重在一個 你在當場的感受的話 它是一種閱讀方式 可是如果你 你去 跳 抽離也去看說 這個東西 我五秒鐘看 是什麼樣的 我五分鐘看是怎樣 我看五十分鐘是怎樣 對不對 之前不是有討論過 林毅華讓學生舉手嗎 舉了多久啊 舉了四十五分鐘啊 對不對 就是學生舉手這樣 然後全班學生就舉了四十五分鐘手 抬上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就這樣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只是 你是在一個 你是在某一個方式閱讀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你就生氣 你憤怒 你不耐煩 你走出劇場 對不對 丟你的Programs上台 然後你走掉 但是如果 你是做一個閱讀者 解讀者 你就會開始想說 為什麼他在做這個事情 或者我的感受是怎樣 我閱讀到什麼 你會開始在反思 做為這個事情做反思 為你的閱讀經驗 你在評論你的閱讀經驗 你在評論你的閱讀經驗 那你剛剛說這個敘事是一個先看到什麼 後看到什麼 一個時間的 不只是包括這個 只是因為他問我說劇場是不是有敘事 我說劇場有時間這個元素 所以裡面會有敘事 那些敘事不只包括什麼 不只是包括時間的排列而已 所以任何一個劇場演出一定是由敘事出生 如果我們講說敘事跟故事 比如說有一個故事 然後你要講這個故事 所以這裡面就涉及到很多跟時間有關係 除了先講後講之外 比如說那個故事是發生45年 可是我要用45分鐘講一個45年的故事 這裡面就是一個劇場時間跟現實時間的關係的遊戲了 你怎麼用45分鐘講45年的故事 你要skip掉前面44年 然後用45分鐘講一年 然後用在這一年當中發生的事情 能夠讓觀眾知道前面44年發生的事 還是你打算一分鐘講一年 還是你打算用44分鐘講一年 然後一分鐘裡面講後面的44年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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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跟時間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我覺得劇場有敘事 不一定有故事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答溫號的這個概念 也許還可以在討論 但我們講說劇場不一定要有起 情境有故事的事 因為我們現在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就講到這個問題 好 還有什麼別的東西 沒有啊 好 那我們講說 narrative是包括故事跟說故事的方式 那說故事的方式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剛才有討論到 第一個就是敘事的時間 那時間 嗯 至少包括這三個概念 就是哪個先哪個後 哪個長哪個短 然後講出現多頻密 那這個不一定是包括一個故事 比如說一段對話裡面 是不是有一句話 他講得特別慢 別的都很快 但是哪句話 包括他重複出現 可能都會 都是在這個整個系統當中 是一個 是一個需要注意的符號 對不對 哪個動作 他常常做 比如說暗戀桃花園 他不是那個一直開不了就平嗎 對不對 開不了就平 另外一個就開了 他一直出現出現很多次了 他原來不是一個普通動作而已 他如果出現一次 可能你就 你就過去了 角度 他是從誰的角度去講 這個涉及到另外一個 概念 我們這次沒有討論到 就是 觀點 和聲音 那個 還有人稱其實也是 這個有分問題 對 我還在笑話 你剛說 這個 呃 可能 你覺得應該有 對 而且可是不一定的故事 或者你是這樣講 嗯 然後 因為現在你說的是 做故事的方式 對 然後 要是 這 變了 要是不一定的故事的話 要是這個 變成 呈現內容的方式 對 有的不一樣嗎 你說下面的這些內容 有沒有不一樣 呃 下面內容有什麼 兩段 還有就是 要是 前提是 可以 沒有故事 嗯 再 under 在這個 其實前提是 沒有可以 沒有故事 然後 接下來 是不是 我們 不應該說 講說故事的方式 對 可以 我懂你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 I got you 因為 因為 我前面 為什麼會順著說這一點 是從這邊的最後一句話來的 當然我剛才跳太快了 我跳太快的意思是說 我先講的那個不一定有故事 那個其實應該有到後面講的 就我們先討論這個 敘事是故事跟說故事的方式 組成的 我先 我們先 先忘記我剛才講那個 忘記啊大家 把那段 你藏掉啊 你藏掉 我再重複一下 故事 加說故事的方式 等於敘事 你先放後面的 要換一樣 敘事的策略 對吧 因為你不斷的提醒 忘記記述我們就會記得 哦 那我就當過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好 所以我是延續這個思路開始講的 就是說故事的方式 所以我就講這些東西 但是等一下我們確實可以回來看看 這些東西是不是成立 還是它其實可以更大 還是這裡面其實有些東西應該拿掉 好不好 好 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邊其實有很多概念 但是我現在就 什麼方式 十句跟頻率 十句就是 十句就是 頻率就是 十句就是 十句就是 十句我了解 但是 十句跟頻率我不太確定 就是 就是 你剛才 來這邊之前你在那邊 在 你幹嘛 吃飯 吃飯 吃了飯 你走過來對吧 你吃飯吃了多久 十五分鐘 你走過來走多久 七 八分鐘 所以這個十五分鐘跟七八分鐘是什麼 十句 如果你剛才吃了兩頓飯 或者你吃了十五分鐘的飯之後 你又重新叫了一份一模一樣再吃一次 哈哈哈哈 頻率 或者是你每隔一個小時就吃一頓飯 這個就是頻率 就是一個動作或者一個事件 發生次數嗎 對 或者甚至是一句台詞 發生的次數 它在影響一個敘事 就是 就比如說 因為頻率 不是指 速度 這件事情 不是指次數 這件事情 嗯 好 謝謝 好 謝謝 這邊其實有 這幾個其實我覺得很難 其實我們如果有時間應該討論這個語氣 是 這個實講 是 迅速實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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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講說 你在讀這行字 這是 這是什麼人稱 這是第二人稱 這是第二人稱 華文老師 後面還有一個隱藏的華文老師 這是第二人稱 因為是你 我是第一人稱 你是第二人稱 他是第三人稱 所以你在讀這行字 這是一個第二人稱 然後如果說 嗯 嗯 嗯 劉小毅說 你在讀這行字 這裡面是誰的聲音 還有誰的視角 還有是什麼人稱 這些東西都可以 集合起來討論 誰是敘述者 裡面有沒有隱藏作者 所以我想說這些 這些概念有點複雜 我們之前有一次我們討論到觀點跟角度都不同對不對 對 所以要面前 哈哈 還說 你幾乎兩年 真的 然後畫這個 喔 這筆記的什麼 有兩年 都畫成立兩年 就這兩年 十歲兩年就有兩年 所以你裡面有筆記啊 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記得你畫那個圖案 畫一個眼睛 然後眼屁葉子 一個門 然後一個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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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我 我從我的指縫中看你 對吧 所以我是那個 觀點 我用指 從指縫中看你 視角 視角 你經常複形嗎 哈哈哈哈 你看他劇品 寫得越來越好 有時候 有時候還是 要要 寫不下去了 就拿出來 哈哈 就是比如說 呃 誰的觀點 比如說一個角色 呃 比如說 最近有什麼戲啊 我願意 想你來 想你來 想你去看 什麼戲啊 這什麼戲啊 這個是黃州夫妻 想你去看 你們看 嘿嘿 有什麼經典戲 經典角色啊 外科白的 你搞不好 這次我也沒看 他要跑 他要跑就對了 好 我順便你講吧 順便你講 我們講一個經典戲 好經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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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沒有沒有經典角色 我還講有經典角色的 大家都知道的 哈哈哈哈 有什麼經典角色 好經典 Titanic Titanic 可以 如果我們想現在做一個 Titanic舞台版好不好 然後你讓那個 那個主角叫什麼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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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他的腳 他的觀點去試 他本來也是什麼 他本來也是從他 以他作為那個 觀點去講 我還用你 以肉絲 肉絲 以肉絲 以肉絲 觀念講 但是呢 我們讓他 讓他整個戲的 他的視角 換一換 可以怎麼做 可以學習 你自己的視角 全知啊 嗯 就是 虛 虛 比如說 雷魚是 全知識角嗎 雷魚是全知識角嗎 雷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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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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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魚如果你選擇一個角色 雷魚有八個主要角色 對不對 你如果選擇其中一個人的 的 虛勢角的話 那個性能對不對 不太一樣 對不對 非常重要 因為這裡有很多 你滿分巧合 對對對 那你先知道什麼 或知道什麼 就是 就是 有些人是不知道 這個人是他吧 這個人是他 對對對 對對對 但是 雷魚好像是 雷魚是 雷魚是 觀眾到某個階段 觀眾就全知到了 然後是 台上的角色不知道 所以雷魚的 觀看樂趣 來自於 觀眾在看角色 怎麼知道 然後 怎麼 那個 那個 悲劇怎麼一步一步發生 那有些 因為 講到這個就是 觀眾跟台上的這個 因為這個敘事的關係 有些時候是 台上知道的 台下不知道 所以 所以觀眾在等台上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秘密被揭開 然後他 他可以知道 就是看信 學念 對對對 然後 有些時候是 台上不知道 台下也不知道 所以台上台下在一起 在 在 完成那整個爭議 所以那個 那是機器人 不是不是 就是比如說 有些破案 台上的人也不知道 台下也不知道 對不對 那有些破案是 台上已經知道了 嗯 他要怎樣把觀點 視角的感應 討論 如果 以周聰 的觀點 講 然後周聰看這個事情 全部都是躲在門縫後面看 可以嗎 好像可以喔 或者他看不到 他只能聽到 對話 嗯 也是 也是一種視角 視角一定要 不一定 為什麼你都是提著 什麼在門縫啊 門後盤 就是 好像看不到 我的whoop picture的感覺 其實沒有人可以看到 whoop picture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剛才說 上帝的視角 上帝就是whoop picture 上帝是視角 還是觀點 這個就是我的原因 這個電影 它是從一個 可能的傳奇啊 可能它是從一個 航拍的角度 像 你看那個船 這樣子 視出神經拍 你跟 你站在傳奇 航拍是視角還是觀點 視角 那上帝是等於航拍嗎 航拍是在天空中拍嗎 上帝 上帝是拍 上帝也可以鑽進你的心裡嘛 對不對 可以腦裡 還可以在上面看 可以在你旁邊看 是嗎 全知嘛 所以 上帝視角是 有什麼虛勢的感覺出發吧 比如說 195 1943年 甚麼時候 就是 就是 是一個虛勢的態度 虛勢的態度 是思想的嗎 那為什麼上帝不是觀點 OK,anyway 我覺得我們也不用糾結於視角跟觀念這兩個字 糾結是嗎? 不用糾結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知道觀看 有人的角度的不同 有觀看方法的不同 有觀看位置的不同 對不對 有偏見的不同 有背景等等 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觀眾的讀者是類似的 那如果是這個 這個敘述的人在這個文本當中的話 他的這些東西會不會影響 他的觀看跟他的敘述 那個 Royston的4點半是誰的觀點 在敘述 什麼 小朋友 小朋友 小男孩 那個小男孩 那個小男孩他在不同的場景當中有沒有不同的視角 在敘述 在敘述那個視角 他有同歸的 所以這樣會比較 就是 也許整個戲都是從那個小男孩的 point of view 在敘述 然後 他的不同的場次可能是用不同的視角 但是還是從那個小男孩的 point of view 去看這個文系的方式 好 我們回來談時間 我們剛才也想到敘事跟時間的遊戲 所以 最明顯的就是哪個先哪個後 哪個先哪個後 除了只是 我先知道什麼再知道什麼之外呢 常常他在控制一個因果 就是哪一個是原因哪一個是結果 或者是 先讓你知道 因還是先讓你知道過 是這個文本在 在影響這個 這個故事 他用他的敘事方式在影響這個故事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很容易覺得前面看到的 就是後面看到的那個事情的原因 很容易會將人的一個 閱讀習慣 這樣子 那如果 作為一個創作者 他在 他在玩這個先頭的話 那也就是他其實 除了在處理時間的次序之外 他也許也在處理這個因果的事情 然後剛才有講到哪個長哪個短 這個長短短跟實際的事情發生的長短是一樣的嗎 那他如果是處理的不一樣 他為什麼能夠處理 哪個快哪個慢 哪一段他用很快的方式做 哪一段他用很快的方式做 那個 那個 說書的人很喜歡講這句話對不對 說時遲 哪時快 那個什麼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這話什麼意思 黃恩老師 其實不錯 其實不錯 就是說 剛剛發生的這個事 和速度 跟你的那個原因 其實是同時的 只不過你說 到最後說到結尾的這個時候 那個事情已經發生了 到你吸收到你表 就是你表達這個意思的時候 已經很可惜了 哦 就是別人接受到這個事情 怎麼發生的 已經來不及了 就同時其實 同時發生的 就是你一邊在說 那些事情在發生 當你表達完 別人接受到你的信息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同時再發生 來不及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事情 這個一閃而過的那個發生 已經完成這個發生的這個行為 你看他講是說 說時遲 就是我說的慢 那時快 就當時發生的很快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比如說 這個 我不小心碰那個水壺掉了 就是很快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我也講說說時遲 那時快 當時我的手指 放在那個水壺上面 然後不小心一波 結果那個水壺 就往下掉了 我就花了這麼十秒鐘的時間 但是說我說時遲 那時很快 那時少過一秒就發生了 說時遲那時快 那這個東西什麼意思呢 說是什麼 說就是你在劇場裡看到的 敘事 對不對 那時呢 就是實際上這個故事 就是它發生的時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說書的時候的一個劇場效果 所以我跟妳講 當時發生的是很快的 但是我慢慢跟妳講細節 當然我們除了意識到這一點之外 當然我們要根據那個具體文本 去討論為什麼它要用這個東西來出現 這個我剛才講 哪個跳過不停 哪個什麼不停 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什麼東西都會常會跳過不停 哪一些地方會重複去除 有什麼 我們來寫一些紀念 什麼 韓劇啦 瓊瑤戲 床戲 床戲 床戲通常會跳過不停 如果另外一種 如果另外一種狀語就一直重複 床戲 床戲 韓劇現在跳過不停 韓劇現在跳過不停 吵架就重複 跟主題相關的就退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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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想要強調的 是跟主題相關 但是它就重複 還是因為它重複了 所以它可以被閱讀成本主題相關 所以它可以被閱讀成本主題相關 我覺得應該是 創作者想要強調的 跟主題相關 創作者不是一絲 創作者不是一絲 可是我們讀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就會去試著理解創作者的意圖 試著去理解創作者的意圖 不會跟主題相關 風險和喝出 不然跟主題 不然跟主題相關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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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說 穿和舞繫創作者的意圖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隐藏的 創作 創作 你要安排自己的 你要背到哪里 嗯 嗯 阿菲作者行作动机 其实我认为 某些生活作者还是 潜意识点还是 渴望共鸣的 他从传播也是能够 很为作者的孤独 所以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是 你先假设作者有一个 创作意图 第二是你假设这个意图 是可以被验证的 而这个验证的方式是什么呢 而这个验证的方式是什么呢 如果到第三个 这个验证是说 你说的跟作者跟你亲口说的 是符合的 那他就会跳 会到了这个问题 就像我们每次很多时候 看电影或者看戏 就会看完之后他就会想 有没有 有没有看懂这个心 那这个懂是指什么 就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 我把我理解到 作者的动作动机 他的意图 他就觉得把我懂 真的有时候 我不知道那些作者在说什么 但有的人就会觉得 我从这个中间 我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 我懂了 对于我来讲 我就会觉得 我有没有理解到 作者想要跟你说什么 我觉得在 所以你怎么才会知道 作者想要跟你说什么 对啊 那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 我不怀采 他才反而不强调什么 我觉得 所以其实 你不是在理解创作的想法 你其实在创作 我是 我觉得我就是 在试图要 打脑 会不会觉得 有一根正确子 那如果创作者是有意图 然后你再传算 那意图的话 那你就把 创作者的意图 当作是一个 权威 正确的解误位 但是我觉得 他他没有理解到 创作者的意图 他有解误性 那也是一个 就是如果说其中一种 但是最好是可以解误 创作者的意图 你的意思是 最好是要解误到 不是 我是说有一种 有一种分析的评论 他就可以去试图 创作者 如果可以 我现在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部戏 然后你看到那个东西 你很想写一篇剧品 然后呢 你写好了之后 你寄给这个导演看 然后你就问他说 导演你是不是想 是想表达这个 然后他就跟你说 其实不是 但是你不是导演和编剧 他们之间的意图都不是一样的 现在你不要导演编剧 什么一个人 假设 我们这样事情简单一点 或者不用一个戏 就是一篇文章 有一篇写了 刘晓逸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你就写了一篇文章 你写了一篇评论 首先你这个写的评论 你说你的目的是要揣测 刘晓逸想说什么 对不对 你揣测完了 你就写了一篇文章 你觉得解读会产生很大的奇异吗 我觉得一幕成熟的作品 我们的揣测 如果不是 我认为不会骗离太远 不会骗离太远 因为可能作者的 可能他百分之一百的意图 你只产博出了百分之十 那也算是一种过敏 对作者的揣测我认为不是坏事 而且我觉得这个彩色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解读的过程 它们揣测的不对 但是它也就是有在思考的分析 不是 不是 对作者的那个 是这样的 是一个方向 是吧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分析的方向 比如说我记得 当时你的水网上 就是看了一篇文章 我就感受的是这一篇文章 很多人其实就认为 那个塑料品 有的人认为是云 有的人认为是波浪 我觉得可能根本就 既不认为它是云 也不认为是波浪 但是 我们在这个揣测的过程中 其实就已经产生了不同 OK 首先如果你要举我的西多例子 我可以先跟你讲 很多东西 我是没有创作意图的 我先跟你说 可能你会失望 我没有创作意图 因为如果我有创作意图的话 我会不会先质疑我自己 是不是我主题先行 因为你也提到主题这个字 两年前我跟你讲过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你会讨论过我们 所以我可能没有创作意图 或者我没有说 这个东西它就代表这个东西 它就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可能像我这样类型的创作者 可能有别的创作者 是不是 特别抗拒 对天然的创作者 因为比如说 我说爱情是玫瑰的时候 就是我给玫瑰下了一个定义 你明白 你明白意思吗 但是如果我是 就是放一朵玫瑰在台上 你看的时候 我其实是希望这个文本本身 有一个开放阅读 这里面就不存在一个 所谓的唯一的作者的意图 或者是标准的答案在那边 那么其实你的意图已经出现了 以后我们要看你的戏的时候 一定都想来想 也就是提供了一个开放文本 它好无意图 我们会去解读你的无意图 明白 解读我的无意图 就是你的无意图 也是你的意图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是一个方式 但是那个解读的过程 不是来说它无意图 而是说对你来讲那个意图是什么 那个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几节课 也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说读者在做阅读的时候 是在做你自己的创作 而这个创作 不管是从心批评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作者死亡论的角度来讲 都不存在这个作者意图的这个东西 就算我现在作者如果是写剧评能是寻求一个 达到一个作者意图的话 那就让作者写一篇剧评就好了 那那个阅读的乐趣在什么地方呢 对不对 对不对 嗯 我越 因为我看其他影品 我看你们看了很多 那体验就是 我会通过这个阅读 诶 他跟我想着是不是 一样的 如果他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会考虑 他那个想法 你不能给我心动起来 嗯 嗯 现在是阅读影品的戏 不是阅读其他人的剧品 就是阅读剧品的 而是阅读影品的乐趣 就是说 我看这本书 我的曲 就是那个文本 是另外一种阅读 就是阅读 是另外一个创作 嗯 等一下 我们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讨论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东西很根深蒂固的 在脑袋里 我对这个世界的名字 是蛮有兴趣的 蛮有兴趣的 就是 我们上个礼拜 会讲一个东西 有做这个东西 就是 红色 这是我放上去的吧 对不对 你觉得这里面 存在一个作者意图吗 嗯 我当时的我觉得是我们不同的文化和背景 让我们产生了不同的景 对 对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在一个读者的环境 就是不同的读者会阅读到不同的东西 对 所以是单单这个文本本身可以产生一个卓平讲的奇异 但是如果说你的意图是要引起我们的讨论 整个西异图吗 不是 你现在是在讲这个文本 你不是在讲这个文本 你是在 你是要分析别的文本 就是包括 你在讲这场课的文本 OK 所以如果这个红色点子挑在一个整空中 只是一个红色 它是一个独立文本 上面没有一个说明的文本 那我相信 他在开放今天很大 对 那我相信有时候我们谈的所谓 创作者的意图 对我来说 就是那一个 没有可能是那一个 我把你解释 就是 把看作是那一个 把那作品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去解释 场词去 这个 这个 这个观点跟我们谈 谁是作者很有关系 就是你以为的作者 其实只不过 它让你越来越到 它也许只不过是隐含作者 它是文本的一部分 比如说红兔子 白兔子 我们说哦 编剧都在一直在文本里出现 说我想要干什么 我想要干什么 所以你很容易就被他 他骗了 说那我现在 我知道他的意图 但实际上 当他说我的 我的意图是什么什么 时候 这个是个文本 对 这个作者本身只是一个角色 只是文本当中的一个角色 所以真正的作者 其实是隐身的 是隐身的 是隐身的 你找不到他的 然后他出来跟你说 我是作者 我跟你讲 我的意图是这样 这样 他就是创作的另外一个文本 另外一个文本 对不对 所以所谓创作意图是不存在的 不能被验证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可以 就是如果是两个 RTS两个 他们有一个极性表演 他们都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然后他们一起在同一个场地里做了一个演出 就是他们都是其心演出的 那你是解离他们个别的意图呢 还是解离你看到的这个完整最后的演出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谈说 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被实现 或者应该怎么实现 我觉得首先是一种 是一个态度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辩论下去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因为我是认为是不可被验证 所以这个验证的东西是来源于一个 一种 某种特定的教育跟文化背景底下 就是它会有唯一的一种理论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要符合那个理论 比如说政治理论 比如说宗教等等 比如说在宗教信仰里面 比如说我有唯一的神 他是永远正确的 我解读这个东西就是在解读神的意志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关系在那里 比如说在某种政治环境底下 某一个政治理论是唯一的 是正确的 是不会 不可被推翻的 所以我所有事情的解释 都要归到这个系统里面去 所以这种特定的环境底下 会产生一种 呃 单神论 但是我觉得小艾也是 创作者也分不同的类型 有的人就是有创作东西的 知道吗? OK 是 有些人是有创作东西的 而且为什么? 但是是不能被验证的 呃 他如果面对面跟你说 就可以验证 我 我觉得我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事情 他面对面跟你说 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文本 是可以被阅读 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句话 他说这句话后面的创作被动机 是不是还有多一个 如果用创作动机来说 明白了意思吗? 是可以说自己的创作 他跟你说这句话可能是一篇小说 可能是一篇演讲 也可能是另外一篇作品 而这篇作品 如果你又要说去解读它的创作东西 你又会先下一个训练 他 你就说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刚才要跟我解释一下那篇文章 他就跟你解释说 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解释这篇文章 然后这个说法又是另外一个文章 所以它是个死群环来 我觉得是在于 不是在于创作者有没有创作动机 而是在于在做剧品的时候 创作者的创作动机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吗? 它应该不会影响你的剧品 比如说 假如是我的一个朋友做了一个戏剧 他没跟我说他来创作动机 可是我因为因着我对他的了解 我能解读到他的创作动机 对 但是我 除了这个之外 就像刚才你们刚才说的 这个文本不能跟只有一种解读 可能我只是解读了十分之一 是关于他跟他的文章 你会写说 对我对这个人私底下的了解? 我不会在剧品上显示出我 我已经被证明我的观点和他的创作动机是很合的 我不会在我的创作 我的剧品本来 你会去当您的观点和他说什么东西吗? 所以他就直接讲了一下 我就说假设对方是我非常了解的 对 然后之后会有关系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对 新鸟界他不代表就是正好正中小孩 他的那个时候都被你採取 那不可能 就不可能 我说百分之十多多 或者我把事情简单挂把 就是如果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戏 你现在叫我去写一篇我的创作东西 你自己读写不完整 对 太复杂了 对 是文字 文字能表达的 更不要说一个很熟悉我的人 能够猜到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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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我自己写一篇创作东西 这篇创作东西 本身后面有另外一个创作东西 会影响我怎么写 他未必是真的在解释那篇的东西 所以我才说 这个创作东西 这个东西是不可验证的 所以 还是要回到 读者或者观众本身 你的阅读 好 来 讨论叙事 刚才有讲到 刚才有那个 我不小心说漏嘴的 那个 不可以有故事的 那个部分要出现了 叙事还可以是什么 我们谈到 what and how 那这个what 是不是也可以是 没有故事内容的符号 如数字 文字 画面 动作等等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的排列组合 形成另外一种叙事 可以吧 可以吗 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举一个刚刚那个新鲜 火热的例子 就是这个 因为当我们谈故事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是在谈情节曲里面的这个故事概念 我们上次有分享过 对不对 也就是有人想要得到的东西 也得不到 所以有了故事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故事 是在这个概念底下 比如说 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有叙事 但是它为你故事 比如最简单就是 舞蹈 舞蹈 对不对 舞蹈它有它的自己的叙事 但是你要说它有故事 这个就未必了 或者大多数是未必 它有自己组成的内容和形式 而我们这边谈的形式是指 这个叙事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排列组合重复等等这些东西 而内容是其他的 它可能是文字 可能是非文字的内容 比如说如果是舞蹈不好 通常是他的 他的心体 他的肢体语言 他的动作 他的画面 甚至包括他的音乐 这些东西 形成它的内容 而他怎么去排列组合 他这些内容 怎么建立在台上 观众的关系 这种这些东西 形成它一个完整的叙事 为什么这里要强调 没有故事内容 有些也是有内容 有故事 舞蹈本身也会讲故事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点 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点 就是说 我现在讲的故事 这个点是在情结局 定义下的故事 因为我记得 我们之前有一个 也是一个 无休止的辩论 说一个人坐在那边 一动不动 我觉得很有故事 对不对 那卓兵讲的嘛 所以我觉得 我们当我们要讨论的时候 要定义 那什么是故事 因为他觉得有故事 你觉得没故事 那我们这个辩论 就没有办法形成 所以我就借用了这个情结局的概念 来讲说 我们讲的故事 是在 是在讲这个情结 而这个情结的产生是吧 是在剧本里人物的欲望推动的行动 所以我们比如说这边 它利用里面的符号的变化 形成了一个叙事 OK 它的叙事还有没有问题 你放我们去再现 你看看我们去再现啦 全部就再现 有使用手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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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什么 哇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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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他在線的是雅伯 我最明顯是雅伯 那你覺得他在線呢? 在線呢? 我第一次在往女兒圈啊 我問他你看尤其是在做什麼 他在吐 你講的不是在線 你講的是他讓我想到 他讓我想到 我個人的 在線的一個話題 那我們就套了什麼是在線的話題 這邊 余韋是在線的新加坡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呢他首先有一個text 這個text就是余韋詩 余韋詩是一個符號 或者由符號組成的東西 而閱讀呢 我們通過一個規律 理解符號的意義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規律 這個詞在這邊 這個規律是什麼? 為什麼我會說 卓平韋講的那個東西 它不是一種在線的? 因為在其他 有一個階段 沒有辦法 再重複這樣的解釋 對 就是說他有某種規律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場 這十多個人 看到玉維師 我們來說會想到什麼? 然後很多人都會想到說 是新加坡 他是一種在線的 對不對? 那這個規律是怎麼形成的? 首先它跟那個語言是一樣的 是大家約好的 我們約好 看到玉維師最高興 我是約好的 還有什麼其他可能? 不斷地重複 不斷地重複 對 重複的方式有很多種 比如說 教育 國民教育 好公民教育 或者是媒體 對媒體 媒體很容易洗腦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是強制性的 灌輸 強制性的 看到國旗就要怎麼樣 升國旗的時候一定要怎麼樣 對不對? 之類的東西 強制性的 去理解這個符號後面的意義 比如說 國慶的時候 就滿大街都是國旗 所以它就搶 再用一些方式 再讓你去理解這個符號後面的意義 跟接受它的意義 所以剛才還維凱講的這個重現很重要 就是它不斷地給你看 不斷地給你看 不斷地給你看 使得它那個創作者跟閱讀者 自己都接受 所以呢 在線是一種社會建構 所以它是一種建構 好 嗯 故事本來就有 是建構 好 好 這邊有沒有問題 我還在笑話 好 你笑一下 掛一下 受不了 我都是不要跟你們 A型學受不了 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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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講那個笑話 你在講那個笑話 你在講那個笑話 就是說 余偉是它在線新加坡 這件事情是怎麼形成的 它是通過一個重複 對 我覺得那個過程是在線 但是最後余偉是 在新加坡那邊再去想 不是 是說這個在線 不是過程是在線 就是說 就是說在線這個東西 形成 是因為通過不斷重現 所以我們接受了 所以我們看 看那個東西 對我們兩個 這個東西在在線 有什麼東西 在線 象徵 不是 我一直 我在看在線的時候 我覺得在線 那個地方 應該出現的是象徵 就是這樣 在線跟象徵有什麼不同 每個時候我們講 我們每個時候剛才卓斌 講天門訣嘛 對不對 天門訣 如果你說它是暗示 或象徵 但是你不能說 它在線 我還是覺得那個不是象徵 那個是隱喻 也可以 隱喻 那你不能說它在線 對不對 但是我也不覺得天門訣是象徵 我只是覺得它是一個 你覺得 孔毅集 是 象徵 象徵 就是一些 孔毅集怎麼象徵 象徵 象徵 但是剛才我們前面討論的時候 它是暗示 用A暗示的地方 它沒有暗示 它不是在暗示 它剛才跟蘇白講的代表比較有分型 不是 它是說 按一個東西你不斷地 就是把他們之間的這個共同點聯繫起來 就是那個暗示 不斷地就是在線重複之後 它就會變成 我們固定的那個 就是固定的 叫什麼 代表 就是象徵 所以你講代表是象徵 不是 我自己不用 因為如果魚尾獅 像徵了新加坡的話 那根據我們剛剛的討論 就是說魚尾獅跟新加坡 然後我們講意義上有相似 想通的地方 它沒有 可是 並沒有啊 就是 那時候我們做一個 曲子 不是說意義相似 意義相似 意義相似那個是隱喻 就是你有比喻的部分 對 那個是意義相似 象徵是說當然 其實跟你剛剛解釋 是你某一樣的 同一個概念 它不斷地重建 然後讓大家都接受了 約定俗成了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紅十字 你並不能說紅十字 跟那個就是 救護是 就是有共同的 就是有一個特點 但是我們就是知道 紅十字它是象徵的 那個醫院 或者 還有開蘭芝 象徵的 紅十字不是象徵 那個東西啊 紅十字就是那個東西啊 你懂得意思嗎 我覺得這個字 就是這個 這個字也可以 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有什麼常識 用語言中間 會那麼的區分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 我們可以在線的時候 我們平常這個 隨意的有一個象徵 所以可能 感覺起來 是可以的消息 我覺得代表比較好 比如說可能 像摩登女 然後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 生活的健康 一個在線 比如說你看到一個女人 她打扮的什麼樣子 可能發熱的狗狗 或者是拎著一個什麼樣的光 就會 就會覺得她在線的是一個摩登 的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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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線的某一種群體當中的某一種現象 她就沒有這個權威性 不過我覺得 re-send 這個詞聲很好理解 但是 又把 就是覺得在線 跟她沒有辦法 換上更好的感覺 她 那時候 柯老師在討論在線的時候 確實有討論代表和在線之間的關係 她覺得代表當中有一種 對 概括了全部 但是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有政治上的代表 中國人大代表 那這個代表 我們常常討論說我們被代表了 就是我被人家代表了 但如果說這個選出來的呢 是我們這個群體的某一種在線 呵呵呵 她的那個權威性就不太一樣 那你如果做一個填充題 余偉師是新加坡的什麼 我首先想問 就是 因為有孩子這麼問我 為什麼 有余偉師 然後你跟她講這種職能 後來想了那就是有一個折衷的方法 她是要為一個地標性的建築 她是一個建築 我只好 弄得她的那個最標誠的那個 標説上去 剛才 剛才演出我覺得她講得很好 就是我們有一個 生活當中的 官用人員 然後我們也有在討 我們在討論一個評論的時候 我們在區分一些概念 我覺得這兩種可能有一些 東西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討論的話 我們可以先討論她的 我們用這個詞 我們是在討論文本跟意義之間的哪一種關係 然後我們就比較好討論 比如說剛才講象徵的時候 我們有討論說是 B在暗示A 然後可以有很多個A 而且A通常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 對不對 比如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我們講過余偉師 余偉師如果說在線的新加坡 我們是不是可以講到她象徵的新加坡 也許可以 對不對 余偉師暗示的新加坡 他不直接說新加坡 他暗示的新加坡 然後說余偉師除了暗示新加坡之外 他還有暗示什麼別的東西 然後新加坡是不是 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 還是它是一個比較實在的概念 因為我們要從 從概念上來討論 在線跟象徵的區分 我覺得是 理解跟解圖的方式不同 就是 我先講一下 我剛才呼過了一下 在線跟象徵的意思 在線它指說 已經掌握的知識 能夠被回想起來 它能夠跟你的經驗連結 然後被recall這樣子 然後 象徵的話呢 則是指 就是 用其他 具體的示範或形象 來間接表現抽象 其他示範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 只要是職業來講 比如說 我想 要用余偉師 象徵新加坡 或者是 我也可以選擇 用國旗來象徵新加坡 但是你看到這個之後 你看到國旗 你能不能 再現新加坡這個概念 等於然後還中 或者你看到余偉師 這個能不能再現 新加坡這個概念 不一定 因為它跟你經歷的經驗有關 像對我來講 我看到國旗 我可能會忍不出來 但是看到一個也是 可能會忍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 象徵的話 可能是一個比較主要 我想使用這個做些什麼 那再現是指 讀者在讀到一個符號的時候 能不能 如你所願的去 連接這個經驗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做的討論 全都是從讀者 就是說 我們在看一個文本 我們在解讀一個文本的時候 我們在解讀這個符號 在象徵什麼東西 它在在現什麼東西 所以假如回到文本裡面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我去 我認為作者 這裡想要用這個 用AI來象徵 我認為作者 對對對 他也想告訴我 那再現的話 是我讀了之後 就是我覺得作者 這個再現了什麼 做成這個東西 要我想到了什麼 我覺得是再現 然後我去猜 作者 要用這個作者 是去推出 很像這個 不過 我剛才講到一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很形象 就是說 它一個東西 我越來越之後 對我來講 會 會有一個再現 就是 到文老闆裡 有一個再現 它的意義出來 而這個再現是因為 我們剛才講說 裡面有一個規律 有一個規律 而這個規律 是已經形成的規律 它有事情嗎 嗯 跟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如果談在現的話 其實它就是從 就是你剛剛講 從讀者角度 它看到的這個 它在現的是 讀者自己的經驗 然後如果我們說 象徵的話呢 它不僅僅是 讀者自己的經驗 而是大家 就是已經固定的 我覺得這裡面是 這裡面有讀者的經驗 也有文本內部的關係 會閱讀出這個事情來 比如說我們講 它就是一個 這個符號 是一個整體來的 對不對 我們談這個東西 那有一些東西 能夠單獨的 比較容易的 單獨閱讀 比如說我們可以拿 一個釋出來 可以單獨閱讀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放到 一個系統裡面去的時候 這個單獨閱讀 就會為你 為你發生 所以我可以理解 就是說在現 你發出是一個社會見證 嗯 所以它是那個 有一個社會性在裡面 但是象徵是沒有 這一 像不一定需要是一個 社會見證 就是是一個群體的 經驗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是 真的嗎 其實如果 以余韋石 跟那個玫瑰的例子來看 是很平行的 社會性 很非社會性 只是說 因為這個例子的關係 而我們會 像你這樣 很明確的差別 但是如果這個例子 不是這樣的 還是 那些一定是 跟社會有關的 好 我覺得我們可能再往下討論 再看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這邊討論 好 在一些裡面呢 勢必會討論到 刻板音響 刻板音響 是 什麼意思 也是一個 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是一種刻板音響嗎 所以它是一種社會 它是一種在線嗎 還是它是一種刻板的在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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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他在線了嗎 嚇人 他是什麼 價值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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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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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就是 就是 男版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蛤 也是可以 我覺得你舉的例子 有點太複雜了 就是 假如我來製作的話 我會說 這是一個 心理的偏見 我不會說它是一種刻板音響 刻板音響 刻板音響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廁所的標誌來講 來看 就好 為什麼褲子呢 就是 亮條腿的是男生 然後褲子的是女生 這個就是 刻板音響 然後 或是說 你看到標誌是紅色的 你大概就會猜是女廁 這真的是刻板音響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例子很好 因為很簡單 可以談 就是 那這個 它是用廁所這個 窗褲子的 標誌 來在線 女生 對 女性 女性 應該分進去這一間 就是 這個在線 那這個在線 本身是一個刻板音響的在線 對吧 或者是 平坦的 在線 女性 對 對 對 也是一個刻板音響 就是 就是覺得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符號 它一定是在線的什麼東西 而其實 而其實這個在線的多長的東西 是含著一種刻板音響的 對不對 那除了刻板音響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在線 也是可能有問題的 就是負面在線 來看一個圖 這是一套圖 各位 香港人都看過 這套圖有很多 就是形容一章 包括譬如說 China 就是一個人 躺在那個地鐵座位 一個人站個四五個座位 然後 Hong Kong 就是站在旁邊 沒有坐 留那些位置 可以需要的人坐 等等 我覺得蠻有意思 其實剛才那個也 不會把它看成負面 剛才那個臉上 對 是不是 在現在來說 也是一個期許 不是 不是 不一樣的 不一樣 你看 它這裡面不是一個負面在線 不是說 不是說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字 就是說這裡面有一個 有可能是同學聚會的 有可能是同學聚會的 哈哈 哈哈 當你在說不一樣 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適度 揣測那個坐著的 坐著的 坐著的 你還是糾結在坐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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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坐著的 我也是小一滑的 但是 就是當你說不一樣的 你為什麼是覺得 他的那個就是 對的呢 因為你會覺得 可能 我不會揣測坐著的意圖 我是在閱讀他的那個文本 聲音文本 有沒有 但是如果是對話的時候 我覺得 過一時間 負面 是嗎 負面在線 在線 是說 好像 在說那個 好像右邊的那個是 負面的 對嗎 對 沒有 剛剛那個男子 是 這邊那個 對 但是其實他是沒有 作為重要的 對 就是 這個 字 他想反映一種 社會偏見嗎 就算你 他也沒什麼 又在揣測 做得一圖玩 對啊 我們中毒太多 沒有 如果我們把下面的字 玩一下 那就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字 沒有刻板一下 沒有刻板一下 我根本就沒有 他沒有注意到那個字 我就在想他 那個字很負面啊 對 對 但只是因為 他的刻板印象 是一個 負面的刻板印象 那如果看那個廁所 那個很髒 又怎麼樣呢 很髒就一定是負面嗎 不是 因為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字在下面 對 就是中國人都這樣 香港人都那樣 那又怎麼樣呢 對不對 那一定是負面嗎 所以你就覺得說廁所很髒 不是負面 所以如果我要接觸 這是負面 我就會接觸 剛才那個 可以插面 或是負面 因為 我覺得這兩個是一樣的效 或者說這個可以閱讀成 刻板印象嗎 也可以 也可以 OK 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要在講點 就是刻板印象 在當代的 外露之下 會比較容易有負面的感覺 可是刻板印象感 這個只是中心的 那就是我們人類的 之類的中心 對 也許剛才我一開始講的 那個例子比較適合 就是廁所的外面是 呃 原地屬身就不穿 對 原地屬身 當然首先廁所 跟男女就有問題 就已經有一種 刻板印象感 或者社會偏見的感覺 這邊鞋身更多 因為他就鞋身很多東西 鞋身更多 鞋身更多 這就是社會管理的方便 對不對 跟男女是方便嗎 真的是去方便 真的是去方便 這套圖很允許 或者是前面那一套圖 他是在講說我們 會對這樣的人 什麼樣的看法 而這一套圖 是在想要 他想要表現一個事實 就是說 他說我告訴你事實 是這樣 明白 這是另外一個閱讀了 就是我們的刻板印象 是看到這樣 就會想到這個詞 看到這樣 就會想到這個詞 這是我們的刻板印象 對對對 就是我們的感 我們的感受是怎麼樣 而另外那一套圖 他是在想要說一個事實 對 在 represent OK 所以這個圖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文本看 所以前面那套圖 我們要看兩個文本看 對 對啊 就是說我們現在把下面的字遮起來 這一套圖跟這個詞的關係 是說 我們看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種刻板印象 我們看到這邊的時候 會有一種刻板印象 我們看到這邊的時候 是這樣的閱讀啦 但是這邊的時候 我們是說 呃 這個東西 是 在負面在線 呃 中國人 或這邊 是在正面在線 香港人 對 我覺得這像是一個 在對 如果單獨你看一個圖 你也不會想到 是 他有寫 他有寫 就是說如果他不寫這個 你單獨看你的圖 因為他是有對比的 那兩個 你單獨看 就是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然後好乾淨的地方 很多地方也都是這樣 並不是說單純 是是是 所以我們才說這個把它當作 一個完整文本來看 那我看的話 我感覺覺得 左面是男生用過側 左面是男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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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是有 顧面在線 拉克滿一下 克滿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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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會有認識上的 因為他那個顏色不符 我感覺一下 有多紅色 是嗎 我說假如你我舉的那個例子 的話 哦 再叫 李色在團的話 因為他這個紅色 是因為你說他覺得中國的 而且這裡有黃色咧 哪裡有黃色 那那麼多黃色 那是尿嗎 哈哈哈哈 就是很多國企的顏色 哈哈哈哈 所以很多東西 別閱讀 香港的就不是 香港是藍色 就對不到 這個 這個 還是說香港以前的那個旗 哦 不是 也不是這一色 是藍紅 英國時代的旗是很多藍色 藍紅白 是嗎 假的 是 哈哈哈哈 以前的其實什麼樣 是 四角四角四角 嗯 嗯 藍什麼 黃白啊 紅白 紅白 這套組有很多張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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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 Mobile 好 我們開始討論說 呃 魚尾是在線的新亞國 那這當中文本是魚尾是 對照現實是新亞國 那這邊就產生一個關係 是文本 模仿現實世界 還是文本反映現實世界 還是文本通過意向訓示等等 在線 現實世界 還是上面都是 但是這裡面無論是在模仿反映 還是在 還是通過什麼什麼去在線都是 就是把文本跟現實世界分開來 好文本 對不對 但是這裡面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角度看 就是文本是不是 就是現實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 我們說你看 文本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 文本也組成了我們的現實世界 甚至文本創造了現實世界 就是 我們 就是說我們 生活之中處處都是文本 就是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其實是通過文本 對啊 我們現在是通過一個個的文本在對話嗎 意思說我要了解新加坡 我意思 魚尾是一個辦法 現實的新加坡是在一起 那魚尾是現實的新加坡的一部分 他組成為現實的新加坡 甚至他創造了某一部分的新加坡 這裡 一個 四 個 一個 一個 能不能 是他有什么条件可以形成这个在线的效果 是不是刚才提到普通过规律 所以是不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它就会会形成在线 如果是一坨大灭水 一直不断的洗脑 它就是会 我们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有没有 好像有吧 很多吧 尤其在经济 社会主义就真的好 这年代就感觉这是最新鸟 少年一千遍就成真的可以 也没有 最终我们也学会否定的能力 也有否定的能力 对吧 只是说浪费了点时间 去了解了一个真实的社会 嗯 我想到一个 前段时间在联系讨论的联系 就是正是因为那种强制的洗脑教育 才教会了这一代年轻人 他们就是一开始就质疑 一开始就质疑 就学会了法次和质疑 而很多地方可能都能很开放很自由的方式 反而没有让就是青少年一代 就是养成那种不断的质疑和法次的能力 又是被洗脑了 他是这一个 反思跟自己的能力是源自于哪 自身的教育 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是哪一代 可能是外界的一种压力给他造成很多 很多了 因为可能就是那种洗脑式的教育 其实是有很多的很外界的那种 就是他 对 因为你讲 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在讲 你现在是在讲说 比如说政治意识心态 所以刚刚说那个重复嘛 洗脑嘛 我说其实有时候 就是洗脑 会被人一种反抗的力量 洗脑 因为你已经经过洗脑 以前是洗脑 反而就是人会叛逆 然后就去打 或者去质疑那种反思 是不是 没有洗脑 没有洗脑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别的 嗯 可以洗脑 为什么还会被洗脑 我觉得只有小部分人 他都会 嗯 所以我才会免质于他 不过这个 这个如果放在这个例子 就是 乐师已经被 放在那边这样多年 然后他重复吹在postcard 什么这已经变成一种 他是会由内在出现一种 我们生一个 他到底是凭什么 在线的行销活动 这个我不敢说 完全是缘自己内在 是不是可能就有别的人的影响 但是他这有没有某种权威 就是 但是我就会有一个 像他讲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声音 会自己也要有权威 就是他凭什么 就是 会有这样 在几年前 12年 12年 对 12年的时候艺术节 然后我们在户外 就是 外面我们做了一个演出 那个演出是讨论新加坡的标志 然后他是一个 一个 擂台赛的打架的 然后就是每一天呢 都会有不同的标志 来跟新加坡 来跟优伟师打架 然后这个东西就很有趣 很值得讨论 然后演出这个东西 往下讨论 那些来跟他打架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还有 港湾国里 七月歌台 七月歌台 还有 还有 哈贝 还有 哈贝 哈贝 就是 哈贝 还有 还有什么 神奇 等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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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然后打完之后呢就是 都会 每一场都会余伟师都会赢 然后余伟师有 大家都讲话的嘛 然后余伟师的台词 基本上都是截取自某人的演讲 所以就很好 然后你看到底下的观众就是很 很群情激愤 然后大家都很希望 那个其他人 很好玩 其他人 就是其他的那些 都希望余伟师输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的再现 这个余伟师 不只是再现的新加坡 他是更有正式余伟师上面的再现 这个东西是很快给观众阅读到的 东西 然后 呃 最后那个戏 做了几个星期吧 两个星期很多 然后最后被观众为投票 投出最 呃 那个谁是 过选新加坡新的标准 然后那个公布投票跟投票的方式都是参照大选的方式 当时大选那个那个公布的那个人叫什么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讲话就是特色 对 我们还有找一个演员就是学他这样子 力度情感说话 他有没有一听两个戏就觉得很熟悉 谁在做主导 野卻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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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的是不是也很有权贵性 就是很有必然性的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因为是新加坡的时候 想到半天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语的话 可能也是标志 可是你说它能够代表全部新加坡也不能 国际化也可以的吗 可以啊 国际化也可以再现新加坡 就不是说新加坡就等于尤为师 而是尤为师再现新加坡 这些东西呢 我们这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关键词 是没有讨论到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观点呢 人生声音意识心态身份认同阶级性别 种族等等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从这本书里面阅读吧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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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你也可以解读它 好,今天东西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考虑吗 因为那个在线有positivics and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然后stereotide means exists in both sides of representation 對 So how to see the representation 下面是 branch out stereotype and negation 因為你這樣子看了兩個 施了兩個是 subset of representation 附面 跟你說它有附面跟正面 那為什麼你 特別的把 negative的 point 交出來 所以 所以你說這邊的話香港那邊是不是一個正面在線 中國這邊是一個附面在線 中國這邊是一個附面在線 那就要看那個 這個文本 是 放在 在那裡還是 好不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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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在線 或者說正面跟附面當中都包含著刻板印象 或者刻板印象裡面包含著正面的附面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包含 就是說 對 所以剛剛 那都是蠻的 蠻的都穿蠻的 蠻的都穿蠻的 在在線 比如說 電視新聞在報導中國人的時候 它都專門報導中國人不好的事情 它就是一個負面的在線 因為它不斷在 累積你的資料部對中國人有一個負面的觀感 這個叫做負面的在線 所以它可能 我覺得負面在線 它有時候是需要一個 一個累積的 它不能 很難單一的買品 可是我們可以比如說 我們就回顧 2015年裡面的新聞 對什麼主局的人 或什麼性格的人 可能有一個負面的在線 我覺得會比較難問 所以它也需要一個累積 所以兩種 我覺得不一定是累積 它可以跟你其他的經驗重疊 比如說 有一個提示是 Singapore is a fine city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一個在線 那個是一個在線的話 那那是一個負面在線 還是那個是一個刻板的印象 還是事實 它不算負面在線 它是事實 它是事實嗎 它是事實嗎 它不一定是事實 我覺得 個人經驗 個人經驗 如果像我第一次來新加坡的人 它就不會把那個 發音音接觸 就是 我也很清楚 因為它底下都是那些 發放的 所以它就有附加的東西在裡面 沒有它是一個完整的門本 我現在講這個完整的門本 對外國人來說 其實也是負面 只是說 他對這個負面的關心 是跟本地人對這個負面的關心 就是有不一樣 我換一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大家想到新加坡 那個不能吃口香糖的地方 對不對 或者想到不能吃口香糖 在線的新加坡 會是這樣嗎 那這是一個什麼 特反應一下 好像不是特反應一下 這是一個負面在線嗎 就是 就是 如果是事實的話 我們可以叫它叫做在線嗎 就 沒有 我以為它的意思 對 就是 就是 就是不能吃口香糖 那句話就不是在線 加上可以是一個 有一個表演 有一個戲裡面 裡面有不同國家的角色 其中一個是新加坡人 然後 在其他人講 吃口香糖的時候 他沒有吃 這個戲裡面的這個角色 他為什麼一定要吃呢 他是在在線 吃一頓飯 他是在在線 新加坡人 我也不是 不吃 其實是可以吃的 其實是可以吃的 不能買 買不到而已 其實是可以吃的 現在可以買 所以它不是一個市場 買賣是一個 要用性的 即可在 不能買 那可以是說 那個護士頭上 哪會是在線 或是在線 你帶著你的走彎一點去 走彎一點走彎的那個偏見去 解讀這個現象 如果 會要覺得這是一個現象的話 我認為也許他本身就不愛吃的 不是 我現在講的是說 這個戲裡面 那個人 他是新加坡人 在那個角色設定 他就是新加坡人 我不管作者的意圖 不是 不是作者意圖 就是 就是那個戲的情節裡面 主要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日本人 我是新加坡人 好 我是不吃 這個裡面 它不只是一個單一的符號 他有跟前面的那個自我介紹 國籍起來 同心 刻意到在一起 連接起來 他形成一個 一個可以被悦 就被他親口說了 我是因為法案才不吃 要不你不能解讀他 他因為法案不吃 所以你不得 你還是帶著偏見的解讀 也許他本身就不愛吃 但是所有人 所有的人都是帶偏見的 對 但我根據這種強迫性的 都因果關係給一個人 這種因果關係是強迫性的 因為他的真實意圖可能 不是因為被判罰 所以你覺得這一段只是 它的存在其實沒什麼意義 不是 有不同的解讀 比如小意見的解讀 我都充分地有一種因果關係 比如說我 我可能在想 你有這個意義 我偏不這麼解讀 就是那種解讀太平的 你剛剛說不能夠解讀 你不是說小意有這樣解讀 我有這樣解讀 而是你說不能夠解讀 但如果是我 我會更願意 我更願意他們基本上 沒有因果關係 從我的個人角度來說 可是可以解讀 會有因果關係 因為小意已經提出 來自因果關係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會說 所以這一段情結論 是無異議的 對嗎 因為你覺得 它的存在 除非 它前後戲裡面 是一個怎麼樣的背景 對我認為 要不就 刻意賦予它這個意義 如果這個戲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短的 20秒的戲 就是一對人坐下來 沒有 我現在講 這是一個獨立混合 就是一對人坐進來 然後自我介紹一圈 介紹完之後說 好我們吃口香糖了 然後這個人就說 我不吃 這個戲就完了 我覺得沒有 有可能跟牙唇做了 不能吃 因為牙唇做的證據 在什麼地方 你要想 就是說如果你要想像 開發 呵呵呵 我們的所有東西 都是回到文本 從文本中來 對 從文本中來 你希望它說出來是一句 有信息量的話 也許它在劇中說了一句廢話 我覺得 因為你這個例子 有點太薄弱了 就是說 你說在這樣的一個家庭 有一個行為 有各國的人 然後我們自我介紹 會特別強調 我是哪一國人 那他在這個系統的行為 我們都可以說 他是一種 在線 嗯 可是 假如說你一直取 這一個片段 就是大家吃口香糖 然後我不吃 我覺得那個太弱 除非他的台詞 是自我介紹說 我是新加坡人 我們都不吃口香糖的 這個我覺得就是 很強烈的一個在線 哦 我不是在討論說 他是什麼 我是在想說 如果這樣子給你閱讀 你會怎麼閱讀 為什麼 小鈴的意思是說 他的文本裡面 沒有直接的說明 那個 而我們觀眾 就不能強行的解讀 就不是 不是唯一的解讀吧 就是因為他是新加坡人 所以 所以我才在問說 如果 如果你不同意 保證解讀 你的解讀是什麼 還是你覺得這位系 無意義 沒有辦法被解讀出 什麼東西 因為你講 註押是不是你 沒有什麼 本的說明在裡面 對 因為像剛才講的 在線 他必須要有一個 社會體系 或你自由的 知識背景 能夠被 召喚的 所以當你覺得 這個例子 但是再從的人 都沒有辦法 就誒對 我覺得這個是 代表新加坡人 那我覺得 在以前就不成 那你覺得 這個戲是什麼 這個戲 它只是一個事件 它不是我相談 為什麼不是我相談 我還不知道 我需要更多的資訊 所以我在想說 所以這個文本 現在對你來說是無意義的 是這個意思嗎 不能被閱讀 不能被閱讀出 任何東西 因為總之外 有做案件跟別人一樣 對 它是答案 對 所以如果你要這樣子 如果你要這樣子 如果你要這樣子閱讀的話 你要怎麼經營這篇文章 你要需要拿出什麼樣的證據去論出 有辦法做到嗎 那如果是你來解讀 按照你剛才那個資訊解讀 你能夠解讀文章嗎 我覺得也不能 因為信息太少了 對嗎 你覺得信息太少了 對 英國關係 你要給它一個英國關係太難了 可是它好像上次那個 紅色跟星星的那個解讀 你覺得它的信息量很多嗎 我沒有資訊到那首歌 因為我從小國外那個 不是說聯想到那首歌 那首歌不是那個東西的答案 我覺得很 我覺得就剛剛那個 是有可能解讀的嗎 是有可能解讀到的東西 還是說那是無意義的嗎 還是說那是無意義的嗎 肯定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 可是那個信息量 你這個更少 那個我覺得它的開放性很大 你可能因為跟你的經驗 如果你的背後的經驗很多 它可能圓了就對接到 我曾經做的某一個樣 這個信息量一個是國際嘛 對不對 每個人都抱我自己的國際 對 這就是一個信息量 第二個是讓每個人一起 是可以的 可是這就是有兩個 就是紅色跟星星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跟那個的信息量是一樣的 不太一樣 那個抽象的 這個是巨象的 我覺得是 可是現在社會常常的例子 比較複雜的 因為他有人 然後所以他只有抱過幾個 但是我們同時還有可能看到這些人的年紀 對 然後他在裡面有可能是男的或女的 所以他裡面的訊息比較 我覺得複雜 他不會那麼直接的去很強烈的 所以他也會跟他那個符號去做連結 對 他有幾個人 然後這幾個人是怎麼分配的 另別怎麼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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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又說出國際 我覺得這不是信息量更大了嗎 嗯 對 當性質量更大的時候 也就是說他連結的可能性變多 所以他不見得會連結到新加坡人 所以我們不需要連結到新加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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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我說他沒有在線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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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信息多少那個不一定 因為他還是跟我們說的 我們過去的那個 的經驗是有關的嗎 然後我現在要講的是 這個沒有辦法做為一個在線的例子 是因為這個符號不明確 所以我不會吃音質 就他的意思就是信息更多 然後這個 noise 也會更多 如果我現在這樣講 我們把口香糖拿掉 就一堆坐下來 然後說好 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比如說 長城 然後另外一個人說 艾菲爾鐵塔 然後另外一個人 你以為是 想說 雙峰塔 雙子塔 然後輪到那個人 雙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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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舉例 這個 這個 你講的是什麼都是可解的 就是我覺得不是說 不一定解的都是因果關係 可能寫的是別的信息 就是 我覺得說 嗯 不論是他清楚或不清楚 只要他在你的面前做給你 這樣看 就是有意識的做給你 這樣看 什麼都是可解的 嗯 我同意 可是現在在講在線這件事情 好就是 我就覺得這不會是 被放在在線這一個 下面 在線他一定是 就是說他雖然我們 他就約定組成的 但是他一定要是 就是每一個人都 我覺得這一點 我是大多數 一定是大多數 就是說可能 比如說我看一部戲 我覺得這個戲裡面的 這個裝置 他在線了一種 什麼樣的文化 也許說一定有信息 我覺得他在線一種消費文化 或者是一種 什麼時代的精神 但是 就可能很多人都會提出質疑 他覺得 並不是這樣 但是並不代表說 我這種 我這樣認為他在線這個東西 是多長 嗯 我覺得這個就設計到 一個你是在強行的 解讀的東西 還是你在解讀文本 就是說 就是說你如果是 可以撕破 你就多一點 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 也 所以可能也就是說 你是從一個 什麼樣的角度進去 就是 你 這樣我講 你可能看到那個符號 你說他在線什麼 他不會是你 你這個劇品唯一的一個東西 你肯定是 放在另外一些討論中間 嗯 就包括我覺得 像剛剛講到的 作者意圖也是一樣 就是 也許我看完這部戲 我留下來聽了那個 應酷 然後應酷的導演 你的意圖什麼 他也回答了 但是在劇品裡面 我要不要提到這個 其實是我這個選擇 就是 我對這個劇的 一個討論中間 這個導演回答的結果 有沒有對我的討論 有沒有用處 或者我覺得 他是同時的沒有影響 對 我是不是要把它選進來 我覺得是一個選擇 所以也許 在我的劇情裡面 我討論了這個 但是我也覺得說 雖然導演 他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從這個戲裡面 看出來的 我覺得 跟他的意圖其實 可能表現出來 是不一樣的 您是先面講的東西 很重要 因為我們剛才陷入一個誤區 就在討論說 那個文本本身 它的意義成不成名 但是這個意義 很多部分來自於一個 閱讀的過程 就是說 我說這個戲的 的 布局 再現了 上海 上個世紀 30年代的建築風格 觀眾裡面 可能只有我們一個人知道 但是他還是在現了那個東西 但是只有 是通過我的閱讀 有這個再現成名 所以我們剛才在討論說 這個東西不能再現那個東西 其實是你可不可以閱讀到 或者是你的閱讀之後 你覺得裡面的證據足夠足夠說服你 或者你自己有沒有信心去論述到這個 你這個觀點是成名的 可能在這個劇評人身上 或這個觀眾身上不成名 在另外一個觀眾身上 這個閱讀過程 這個動作是意義產生的成名 但是一個文本可能很多訊息 可能很少訊息 這當中確實有很多閱讀的角度跟可能 比如說 它就是 這麼的東西 然後我選擇從這條線去做解讀 來做我的那邊創作 這個創作不一定可以寫曲評 來做我那邊閱讀 做我那個閱讀的動作 我也可以說 我就是要做這樣的閱讀 我要全盤看 看我全盤看的時候 這條線可能會 我看到的紋路會不一樣 它提供的東西很小的時候 對你來講 可能是很開放 比如我們剛才在說網 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去閱讀 但是每個閱讀不一樣 是因為你不一樣 所以你的閱讀動作就不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網 那其實它就不是在線的 不是啊 因為它沒有用一個規律去 對 對 所以 如果它是在線的話 它 那麼 像你說 它這個 不僅呈現了30年的上海 如果它只 對你自己 有 那個 有這個意義的話 它對其他人都沒有意義的話 那它是不是在線 它是在線 但是你要去 提出論據跟論述 去支持你這個觀點 所以就談到別的東西了 問一下一桌而移也是這樣 一桌而移也是這樣 這什麼東西 一桌而移本身是一個什麼符號 是嗎 是啊 但是你要論述 如果你的天府夠的話 你其實要論述這一點 對不對 因為一桌而移 很多人講說 就是一桌而移 為什麼講一桌而移 就一定是什麼什麼東西 我看不到啊 但是如果你要去論述說 一桌而移 它其實是什麼東西 它怎麼來的 這個東西 你就要在你的整本論述裡面去 去建立 去建立起來 那就是在線 對 那是在線 一桌而移是在線的 在線 那是在線 一桌而移是在線的傳統 要看具體文本 要具體看 我不能說牌上法一桌而移 就是在線的傳統 那幾句 因為我又回到那個很關鍵的那點 我想說 符號它不是獨立 那短鍵在於那個規律 要規律是誰的規律 是不是 那肯定有一個問題是約定蘇生 約定蘇生就很爛了 對 我說有一部分就是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討論到 說有一些東西是 它是一個社會建構的 社會建構的層面很多 對不對 文化啊 宗教啊 歷史啊 那些東西都是 但是你要不要具體到 實在的東西 文字 建築啊 等等啊 這些東西都可以是 都可以是 都可以是 都可以是社會建構 所以如果你說那個 附近成縣 30年代上 那個 他只可以是 他 他呈現了30年代上 他 但是 如果他不是約定蘇生的話 那他就不再現了 再講一次 如果那個 附近 再現了30年代上 他只對你 有這個 看得懂的話 那麼 他還是在 他不是因為我看得懂 而是可能因為我的背景 我知道 但是如果我要把它 論述出來的話 我就需要別的文本來 support 這個方面 OK 那他的規律是什麼 來形成的呢 30年代上海 你要說 為什麼 對對對 如果要說 對對對 我就要說啦 我就往下論述 要說明啦 比如說上海的建築裡面 一定有什麼東西 就是什麼 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從這個 我知道這個 這個文本們 是這個東西 是在在先那個東西的 然後他跟 我要其他的論述 有什麼關係 我要全部他 呼呼呼一下 好 我們超過時間很多了 我們下次再討論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辛苦了